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快速的开箱 是因为这个Bushka它出了彩妆了嘛 然后我就买了一点东西尝尝鲜 那我们先废话不多说 先打开再跟大家说啊 它里面是放了盒子 这个这样子的盒子 然后还有这个单 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自己呢还是非常喜欢Bushka这个衣服的牌子的 但是我对它的彩妆和护肤品呢 没有太大的好感 就是它毕竟是做衣服这种快销牌子的嘛 然后护肤品就是不一定有专门的研发团队 或者怎么样的 就是我觉得肯定是为了流量而推出这个新的 叫什么档口这种新的一个制线吧 然后但是我最后又买了一点东西的原因呢 主要有三点 第一个是首先是它H&M家的彩妆做得非常好 然后就是很得我心 二是Bushka这趟彩妆呢 我看的不是它自己研发的 就是自己团队研发了 它是交给那个OEM大牌的化妆品公司做代工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保障的 而且很可能有很多大牌的dupe的一些腮红啊 唇彩之类的吧 然后再加上它的包装就是非常漂亮 非常可人非常讨喜 所以我就断了下了一刀 然后它的包装那样子 我从意思上截几张图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我们抓紧开箱 这次我只买了四样东西 因为眼影盘是我最想买的 但眼影盘目前为止我喜欢的那一盘 没法加入购物车 所以我之后可能会再买下来 然后跟大家分享吧 那我们拆一下 对 我只买了这四样东西 它的包装 它的包装就是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感觉还不错 好 那我们先从这个开始说 这个是那个body butter 就一个身体护肤的那个润肤 润肤 butter 然后来闻一下它的味儿 哦 它是封住的 这个包装和设计 其实我都觉得很漂亮 很可爱 包括我看ins上的照片 也是就是很种草 很长草的一个系列和一个设计 它里面的内心呢 如果是OEM大牌工厂代工的话 我觉得质量是有保障的 然后又颜值这么高 就是对吧 是不是没有不买的理由呢 首先这个body butter的价格是 我看一下 是五块九毛九 一共有250毫升 来闻一下味道 嗯 这个味道还不错 是个蓝莓雪糕味 然后试一下质地 有点黏 感觉好像不是太好吸收呢 是butter嘛 是比较厚重的质地 对 是黏的 吸收力度不是太强 但是味道很香 我再闻一下 对这个绝对是个蓝莓 蓝莓冰激凌的味道 就有点香草冰激凌 但也有点蓝莓冰激凌的味道 这个味道 那么做的不错 而且就是 没有特别化学的感觉 就是并不是像那种香精 调出来的感觉 这个还不错 这个我还挺喜欢的 来我再试一下这个 那个body scrap 就是一个身体磨砂膏 是这个粉红色的 也是五块九毛九 它的容量是二百毫升 这个粘住了 我们也打开来 它就是普通的这种颗粒的 磨砂膏的感觉 对 数个磨砂膏 然后这颗粒还可以 来试一下 就是来闻一下 这个味道不是太明显 就是它是一种 就很普通的花香味 就是一般那种浴室的 沐浴露的味 我也说不太很清楚 没有什么特别的气味 就是那种沐浴露的 很香的那种花香味吧 大概是 就是反正不讨厌 但是感觉并不是很高档 就是很普通的那种 开架的那种洗发 不是洗发水 是沐浴露的味道 还不错 这个我试一下 这个颜颗粒容易搓霉吗 还可以吧 我比较喜欢这种彻底固体状的 如果它是这样挤的 那种乳液状的 我觉得那个磨砂效果 不如这种固体的强 所以我看到它是这种 成盒装的 我就二话不说就买了 但是如果卖五块九毛九的话 就六块钱的话 我觉得这价格好像有点高 但也不错 反正不讨厌嘛 我不会把它退掉 好 我来擦一下手 我们来看一下彩妆 彩妆品 彩妆品我只买了这两个 因为我实在是唇膏 什么的都挑不出颜色来 然后眼影盘 它又没法加入过舞车 所以我就只好先试一下 试水一下吧 也给大家简单的反馈一下 首先是这一支 这一支是Hot Matte 好 首先它是说它是天鹅绒的finish 就是干了以后呢 是那种比较绒面的雾面之地 然后呢 是比较creamy的 比较mousse的这个textual 然后第三个是比较饱满的颜色 然后比较能long lasting 第四个是这个applicator 就这个刷头 什么反正这个刷头怎么着 好 那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我买的是 这个02号 来试一下 是这个样子的 这样子的包装感觉很一般 也很廉价 然后这里是比较塑料的壳 它是旋转的 扭开的旋转的 来试一下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这种 裸掉的玫瑰色 然后这个是阳光的黄光 我把这个镜头 应该是这样子照一下 对这样子会好一些 就是阳光会这样照过来 还不错 很舒服 我等一下有味吗 有味 就是普通的那种欧美纯油味 有点类似香草冰淇淋那种味 就是那种Lim Cream的味道 就是独角兽那个牌子的 唇釉的味道 还不错 然后一会我们干透了 试一下它的持久力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 这个叫做Dollar's Code 是一个腮红 是干湿两用的腮红 这个包装那是太可爱了 然后包括这个 真的是超可爱的 不过这些包装上都没有 改成德文版 是这样子的一个黑色的 黑色的这个盒 然后有一点 反光能印出的 印出它的这个名字来 来 打开看一下 好像不是很好打开啊 看一下是怎么打开 我怎么打开 我这一大块非常大 这个是我刚才不小心用指甲 K下来一块 哇好心疼啊 这个颜色是一个梅子色 然后好像有点闪 来试色一下 很显色 好像挺好看的 做眼影应该也不难看 然后是把光打一下 不算难看 今儿还不错 我看一下 意大利制造的 一共有四克 好大一块啊 价格是7.99欧 还不错 感觉这一块也是挺大的 不是诺软的质地 就是它是 真的是粉状 压得非常实的粉状 感觉有点像 KKO的质地吧 就是KKO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 有点像KKO巧克力的 那个盘的感觉 还可以 没有味道 没有任何气味 还不错 这个梅子色挺好看的 这个是02号吧 对 还不错 好这就是我的Bosch卡彩妆的第一开箱印象 来试一下这个 好像并不是怎么沾 但是它并不太干爽 我感觉不是很干爽 好像是印不出来什么东西吧 但是你看这样子多印几遍 但这个饱和度就不够高了 就没有刚才我上的那么饱和了 但是应该颜色还在上面 没有错 但不是很干爽的样子 所以其实 它的唇幼的性价比 似乎不是很高 但好在它的价格很便宜 这个感觉跟那个什么很像 就是NYX的那个 Leap Cream 对 那个很像 价格应该也差不多 这个唇幼颜色倒是很不错 发色力度也不错 然后就是这个持久力还是不够强 而且也不够干爽 当然了 这是跟不同的唇幼比了 一般20刀左右的 肯定是要比这个5刀的 5欧左右的要强多了 好 那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收看这期视频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